哈囉 大家好 我是謝時攝影器材的佳和 今天要跟大家介紹一些Kiss Zone所推出的 聲學的一些材料 那什麼時候要這些東西呢 就是其實如果你要在自己做一些音樂 就是在做一些編曲或者是回音或者一些演奏 錄音的時候那個空間其實不見得是適當的 那標準的錄音是他們可能會做很多的牆壁什麼材料的一個設計 那假設我只是用在一般的房間裡面 我怎麼去修飾我那個空間裡面所帶出來的聲音 所流出來的聲音呢 就必須透過一些聲學的一些吸音材料來解決這些問題 那必須先跟大家釐清吸音跟隔音其實是不同的 不同的一個東西 所以你不太可能是我去一些泡 賣海綿或泡綿的地方買一些那個什麼 一般的海綿來處理這些問題 那是完全不一樣的材質 所以帶出牌是不一樣的效果 好所以我們一般講到的吸音的聲學的材料 我們會提到的第一個最重要的就是低頻陷阱 低頻陷阱 那低頻陷阱用來做什麼用嗎 它其實就是用來做吸收空間的低頻 因為以低頻聲音的低頻來講 它其實是最沒有方向性的 所以它其實是在空氣陰是最難控制的一個音頻 所以就是一般來講 就是有低頻陷阱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選擇 那我們目前公視鏡的低頻陷阱有這個 這是比較厚一點的 跟這個比較稍微薄一點的 那這大部分都是會放在 因為有許多的低頻會在90度角裡面會做鑄坡 會有一些殘留 所以我們通常都會把這些東西啊 或者是像這種比較厚實的 都是屬於低頻陷阱的部分 我們會放在空間的角落 那先跟大家一樣的離奇 就是沒有一個低頻的材料 它可以單獨解決一個問題 通常我們需要很多的低頻陷阱 很多的低頻陷阱 搭配不一樣的吸音棉 來做一些空間的修正 所以你說我們買一塊來解決問題 不見得可以解決喔 你可能要買兩塊 可能要買三塊 可能要買很多塊 來去跟你的空間做搭配 那我們低頻陷阱 我剛剛提到這個 就是可以放在角落的 一個是25公分 一個是30公分 一個是30公分 然後有這個 通常就是他們可以做一些 組裝的搭配啦 等等這樣子類似 這樣子的一個方式 在最角落的地方 好 那這個我們都是 一對一對賣 那我再強調一次 我們的 這些升學的材料 它其實全部都是通過一個 環保跟阻燃的一個檢驗 所以這些是安全性非常高的 它不會造成大火 不會 它就是會自己燒掉 它不會怎麼樣 對 所以就是大家可以放心 好 那剛剛講到的是低頻陷阱的部分 接著我要講的是 另外一個就是比較是 吸引擴散板 吸引擴散板的概念 好 你會發現它的厚度 其實就跟剛剛低頻陷阱的 都不太一樣了 它就是 呃 它就是比較薄 然後 它是四塊一組 然後也是可以放在 就是 喇叭會反射的角度 好 一般我們最常就是在放 呃 吸引棉的位置 好 大概跟大家解釋一下 大部分都是 因為我們在 呃 在 呃 音控室或者是在編曲室裡面 我們一定有監聽喇叭 好 那監聽喇叭其實我們 大部分會放吸引棉的位置 都是在吸引喇叭會反射到的地方 一般講就是它的前 前 前右側前左側 好 那它有其實它有一個測量的方式 我們之後會在網頁上面 附上的連結給大家參考 前後前左 然後跟最正面 呃 它的它的正前方 它正前方 然後呢 在上方有時候也會放 在上方有時候也會放 但是上方 嗯 呃 上方會有時候會放其他東西 我待會跟大家解釋 好 這個 然後跟這個 嗯 這個大部分就是放在側牆的地方 好 那它也有一點點的擴散的功能 我現在要講的擴散 剛剛講的是 就是 低頻陷阱 然後講的是吸音 吸音的部分 然後接下來我講的是擴散 呃 因為我們不是所有的空 聲音全部都要讓它被吸掉 有些 有時候我們在空間的時候 我們需要 聲音的一些 呃 就是 聲音需要擴散開來 它會聽起來 還會是整個 整體感會比較高 好 所以就是 呃 這次大部分就是放在側牆 做吸音跟擴散的功能 好 就是 呃 比較 專業的擴散板 你會發現它有幾種材質 我可以進來 我稍微帶一下 我們有進這幾種的造型 那 不一樣的造型 它造成的擴散是不太一樣的 所以這些就是可以 呃 有些人他們會把這些東西 它會黏貼成一個牆面 好 造成 它把聲音會 呃 在這空間當中會擴散 好 那擴散大部分都是放在 呃 視聽室 或音響室 就是 我純粹做靈 靈聽的 呃 最空間靈聽的一個 呃 功能的時候 最常用到擴散 那擴散板其實也 很常被放在 上方 好 因為它上方的擴散下來是會 讓這空間聲音會比較 聽起來會比較 比較中和一點啦 OK 所以我們擴散板有這幾種 款式 好 然後大家可以就是 多買一些來做選購 來做一些搭配 第二部分要跟大家介紹的是 就是我們 剛進進來的 高 高聚子纖維的 吸音版 好 大家可以看到它其實 如果大家有機會來門市的話 可以 實際去摸看看它其實硬度非常高 非常高 它實在是9mm的 9mm的厚度 好 然後我們有進兩種的造型 一個是30x30的正方形 另外一種是就是 它的每一邊大概是11個 大家可以看一下它的底 然後我們有進很多不一樣的顏色 那很多不一樣的顏色 到底為什麼呢 可以看到我們後面 它除了兼具你的空間當中 你要做一些聲音的修飾之外 它還有兼具一個 就是一個美觀的功能 好 就是 所以就是大家可以買很多 不一樣的顏色來做搭配 之後我們也會提供一些 不一樣的色票啊 不一樣的顏色組合 來給公打參考 大家可以這樣子來購買 那它這個一箱是 這個是 20片 16片 這個大片的是 一箱是16片 單色 單色 我們現在是 這是30x30 30x30 一箱是16片 那另外的這個六角形 它一箱是20片 箱是20片 它們的密度 跟厚度是一樣的 都是9mm 那它的吸音係數大概是 因為其實我們在做吸音的測量 其實它在不一樣的音頻 它其實吸音的係數是不一樣的 那平均大概都是 0.8到1.1的這個範圍裡面 大概是在這個範圍 然後一樣 這是屬於主燃的材料 所以是安全性非常的高 是通過檢驗的 通過檢驗的 好啊 那假設我買了 然後我也買了一些顏色 那接著我怎麼樣 黏貼在上面 我用雙面膠可以嗎 雙面膠可以 但是 它可能會 就是你可能會破壞掉你的 你的牆面或是等等 可能會有殘膠等等之類的問題 所以呢 我們現在目前在推廣的期間 我們有 就是如果你買一箱 我們有送 兩卷 這是可以不殘膠的一個 高黏度的一個 雙面膠 我們有測試過 大概兩卷 剛好可以貼滿 一個 就是一箱 剛好可以貼滿一箱 我們使用也非常簡單 其實我們 它其實 我們剛剛所黏貼的方式 其實就是我們在牆面上貼 就是測量好 你要的位置水平大概抓好之後 你把它拉一條 然後就可以貼上去 然後最後留一點點的線頭 為什麼 因為 就跟我們在用隨便膠帶一樣 就是如果你要拆掉之後 往外拉 它就 它就 它就降低它的黏度 就可以輕易的拿拆下來 好 那我現在呢 我把它 我來做一個 示範 大家覺得要黏哪裡 其實接下來我要黏這一片 因為哪邊比較好看 可以這樣 我黏這邊好了 好不好 那怎麼做呢 就是如果你要 如果你要黏大片的話 你可以一開始測量到 就是你要的 就是你要黏貼的長度 然後拉一條 它就可以直接把黏下去 其實很容易 它其實應該是黏性非常的高 那 假設我黏這邊 這個是高密度的 所以呢 就是 它是可以重複 黏貼的 不會怎麼樣 但是如果是像 泡棉就不建議 不建議 不建議啦 因為它的黏性非常的 很強 對 因為這個是非常的 耐用的 非常的重複性非常高 好 那我們現在要黏上去 然後你就這樣貼到塑膠 雖然還差一點點 好 好 它其實超黏的 所以其實只要黏一條 你不用 你不用擔心 就是要黏很多 不用 只要黏一條 它就可以超黏的 好 那我現在 我示範一下把它卸下來好了 這個線頭留比較少 好 這樣子就可以輕鬆的把它撕下來 那大家可以看一下喔 欸 它後面其實是沒有任何的痕跡 OK OK 好 所以呢 就是 另外提到一下 就是如果你的 你的 就是是個西面 你也想要用到這個 這個的話 其實很簡單 你只要在後面 就是 貼上像這樣子的一個滑刃板 就是 對 它就可以了 那 你貼到滑刃板其實不只是可以用黏的 你可以用 如果穿一個洞 你還可以用掛的 移動性也很高 OK 所以其實我們強調的是 就是 重複性 然後移動性高 就是機動性高 然後再來是像這種啊 每個人的美觀不一樣啦 就是如果你就是 比較有一些 sense 美學的sense的話 其實你可以搭配出更多 不一樣的一個 造型 顏色 對 那就是 歡迎大家可以 來試看看 那我現在來做一個 簡單的一個 測試 就是 欸 這個吸音版 它所製造出來的效果 聽著 那個吸音的效果到底如何 我們做一個簡單的測試 我們 放一個噪音 然後 放一個白噪去 放一個白噪去 然後 來做一個 吸音的測試 大家可以聆聽看看 OK 一開始 就是對著 整一牆 然後我移動到了 它其實就是把中高音的器官把它吸掉 OK 大概是這樣子的一個差異 OK 那市售連架版的呢 喔 這個是一個 一般 嗯 網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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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買得到的 很廉價的這個 新版 新版 也是 也是纖維的 也是 這是纖維的嗎 也是纖維的 它還軟 它還軟 對 但是它的硬度 它的密度就沒剛剛那麼高 喔 我給大家看一下 好 欸 大家可以自己新吃來門試試 對 對 OK 好那我們來試看看 你就這兩個靠在一起 我們試這兩個字就有差異了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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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好 謝謝大家 以上就是我們今天所介紹的吸音材料 歡迎大家可以來我們店內門試 大家可以摸摸看 大家可以感受到它的材質 其實真的是很不錯的材質喔 OK 好謝謝大家